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理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语 禅语伴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善恶到头终有报 从来因果不用忙 因果是这世间最公平的裁判 不偏不倚 古人云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无事不报 时候未到 佛教里讲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算命是因果 我们自己的命运 也是我们的因果业力导致的 世界上最大的仇怨 莫过于杀生 而且因为杀生太多的缘故 所以果报来得很快 所谓现世现报 如同以下发生的事件 明朝洪武年间 有一个书生 坐了上门女婿后 天天半夜里洗澡 无论妻子怎么劝都不好使 有一天 岳母前来安慰女儿时 无意朝女婿洗澡的房间 看了一眼 连忙去尼古安出家维尼 这才保住了女儿性命 这是怎么回事呢 青州府有一个叫月天心的人 此人刚成亲三年 丈夫就遇上了土匪身亡 留下她和一个幼女 王玉婷 独自生活 丈夫去世后 月天心寒心如苦地 拉扯女儿长大 转眼间 十六年过去 王玉婷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 到了该出嫁的年纪 当月天心 请没人给女儿说亲时 却遭到了女儿的反对 原来她不想看到自己出嫁后 母亲一个人生活 想给母亲找个上门女婿 月天心明白过来后 既欣慰又心疼 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给女儿找个好夫君 经过一番挑选后 月天心选了个外来书生 方静云当女婿 方静云曹县人士 因多年未能考取功名 心灰意冷之下 来到了青州府 做了一名教书先生 她待人和善心地善良 在当地一片善名 方静云和王玉婷成亲后 恩爱和睦 举案齐眉 共同侍奉月天心 操持着一个小家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然而没过多久 王玉婷就发现 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 无论方静云和月天心 怎么精心照料 都于事无补 与此同时 王玉婷发现 丈夫有个奇怪的习惯 无论白天如何劳累 每到此时 都要离开被窝去洗澡 王玉婷曾多次 和方静云说过这个问题 方静云每次都是嘴上答应 晚上却照喜不悟 一天晚上 当方静云再一次离开被窝 到片房中去洗澡时 王玉婷心中的委屈 瞬间爆发 嚎啕大哭起来 月天心听到女儿的哭声后 起身过去安慰女儿 经过片房时 无意中往里面扫了一眼 发现方静云背上 有一幅 繁傲难懂的八卦图 月天心面色大变 立马转身回到房中 收拾好行囊后 连夜赶到清须山上的 静月安中 请安主为自己剃度 剃度完成后 月天心跪在安主面前 请安主救她女儿一命 安主长叹一生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二十年前 月天心和猎户 王孝德刚刚成亲 王孝德为了让妻子 过上好日子 每日疯狂到山中打猎 物质疲倦 在王孝德的努力下 二人的日子很快就好了起来 然而王孝德却迷上了 捕猎的快感 依旧每日到山中狩猎 风雨无阻 有一天 王孝德回来时 手中提了一只山龟 那山龟遍体金黄 背上有一幅精美的八卦图 一看就不是凡物 正当夫妻二人 准备把龟放到锅中的时候 一个尼姑突然来到家中 对夫妻二人说 这龟杀不得 不然来日他们的后代 会受到惩罚 王孝德见 恼怒 这尼姑多管闲事 并咒她的女儿 就将尼姑赶出家门 尼姑也不恼 站在门外表示 若是日后 遇见背上有八卦图之人 代表他们后代的惩罚 已经开始 届时 岳天心到清须山上的 静岳庵中 剃发维尼 安主自会救她女儿一命 安主表示 当年的那个尼姑 正是她的师父 当时王孝德夫妻俩 不听劝告 导致机缘巧合之下 山龟的魂魄附在方静云身上 每日通过洗澡来消化 从王玉庭身上吸收的洋气 所以王玉庭才会越来越虚弱 而方静云每日洗澡从不间断 今天 她可以出手收服山龟 此后 岳天心必须在安中 吃斋念佛 为当年的罪孽赎罪 岳天心文言连连答应 随后 安主一个闪身 出现在岳天心家中 她用一个白玉瓶 将山龟的魂魄收到里面 方静云背上的八卦图 立马消失不见 整个人也昏迷过去 安主将岳天心的亲笔信 放在门前 施法回到安中 方静云醒来后 将门前的信拿给妻子 王玉庭看后 气不成声 和方静云紧紧抱在一起 后来 王玉庭的身体渐渐好转 却因此落下病根 一辈子都在吃药 也痛苦了一辈子 实不善业中 杀生罪重 佛说分别善恶索起经讲过 不管是杀任何众生 都会感到五种苦果 一 生生世世短命 二 常遭受恐怖之事 三 仇敌比较多 四 死后 堕地狱受苦 五 从地狱中出来 得人身 也是短命多病 所以现在很多人 时常感受物畏 怨敌特别多 自己也有种种不顺 这都跟前世杀生 有一定关系 下面是一位佛友的婆婆 亲身经历的故事 分享给大家 婆婆是一位勤劳善良 贤惠能干的老人 她爱人爱物 甚至爱来家里的流浪猫 流浪狗 她惜人惜物 擅长裁剪 针线 茶饭 爱揪等等 婆婆最大的优点 还是她的善良 家里来客人 婆婆总是想办法 做一些白面饭 让客人吃 自己家里人 吃杂粮饭菜 这时候 她总是让孩子们 在厨房里吃饭 婆婆前些年 一个人的时候 家里来了一只流浪猫 和一只流浪狗 她可怜他们 并且收留了他们 在自己视力 模糊的情况下 还两天 烙一个饼子 喂他们 就这样 勤劳善良的一个老人 在她小儿子的劝说下 已经念佛 好几年了 可是婆婆这些年 身体意志不好 浑身疼 浑身烧 浑身不舒服 现在两只眼睛 基本都看不见了 尤其是这两年 更严重了 而且经常夜里 烧得难受 特别是肚子 心脏 胃 都很疼 后来有人发现 婆婆在中年时 曾经做过 这么一件事 婆婆侄儿的孩子 得了炎症 医院里 也没有方法了 她的侄儿 就来找她 让婆婆想办法 救救她的孩子 婆婆说了一个方子 就是在晚上 抓一只麻雀 用麻雀的肉身 把孩子体内的热量 拔出来 最后孩子真的好了 可据婆婆说 那只可怜的小麻雀 却死掉了 这个过程 非常的残忍 而这个果报 报到了婆婆的身上 婆婆现在的症状 和那只小麻雀 曾经受到的痛苦 非常像 经常晚上的时候 浑身疼 浑身烧得厉害 到天亮和白天 就好一些 如此总是反复 也治疗不好 婆婆造了好多沙业 那时候的她 不懂因果报应 现在的婆婆 知道她以前杀生不对 每天虔诚地念佛 只要她还能动一天 就一定要念佛 并把她念佛的功德 也回向给 她的冤亲债主 但愿在她的有生之年 能化解掉这一切 不再要受到轮回之苦 在世人的眼中 婆婆是个大好人 而且婆婆的品行 是有口皆碑的 因为婆婆的一生 做到了吃苦耐劳 任劳任怨 对人善 对人好 所以她收获到了 好名声 好人缘 子孙满堂 最终 还因子孙的姻缘 而走上了修行之路 明白了因果 这是她的善报 但在修行之前 婆婆却不知道因果 不知道因果率 不仅仅是指对同类生效 对万事万物都生效 所以这么好一个人 就因为不知道因果 而造下了许多的杀业 而这些杀业的果报 在晚年以病苦的方式 一一偿还 这是她的恶报 人有时候会造恶 而不自知 是因为所受的教育 局限 或环境 熏然导致 但善有善报 思思分明 丝毫不差 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你所得到的 都是你曾经给出的 这就是因果 福祸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我们不要等到 恶报现前 才知忏悔 若人深信因果报 同生西方极乐国 若人不信因果报 后世堕落 无人身 我们要向佛菩萨那般 敬畏因果 众善因 及善业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觉悟人生 奉献人生 解脱六道 得究竟常乐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